中止831羊将大线到来 各队也做出最终抉择 中信兄弟方面 克兰顿6月加入球队以来 出赛12场较出7胜2败 每局背上累率1.26 防御率2.93 可说是阵中表现最稳定的羊猴 伍多则在这个月初初登板 4场出赛1胜0败 防御率2.33 每局背上累率1.190 同样表现不错 至于大联盟资历丰富的康翠拉斯 出赛7场4胜1败 防御率3.45 表现不够稳定 而且年纪偏高也是一大劣势 球团另外还找来去年一大强投克拉蒂 不过最近英语严赛 只留下二军出赛一场三局50分的成绩单 球团在康翠拉斯和克拉蒂两人中二选一 虽然康翠拉斯周日对Lamigo先发7.2局拿下胜头 但是球团最终还是决定将他转任助理投手教练 希望就用他的丰富经验 帮助球队续拼下半季冠军 克拉蒂也成为中信兄弟的第三位羊头 一大新牛则没有找任何新羊头测试 继续留下罗利 希克 河南德三位先发 也成为唯一没有变动的球队 至于统一7-11师方面 华纳13场救援成功表现稳定 一直是球队倚重的守护神 单任先发的贾斯汀则搅出4胜6败 防御率3.60 另外两位羊头则是样本数偏少 其中瑞克出赛两场 一胜一败防御率5.14 而另外为前来测试的瑞迪 英语沿赛迟迟没有登板机会 只在二军出赛两场 最终统一决定留下已有一军实战经验的瑞迪 最后看到已经取得上半季冠军的Lamigo 蓝斯佛以13胜在胜头榜一支独秀 续留没有问题 另外近期找来的明星出赛三场 缴出两胜防御率4.20 而瓦德兹则是仅仅出赛一场无关胜败 相信之下 季出就在的艾肯防御率4.53 球团考量到中置打者已经对他相当熟悉 于是最终决定舍弃艾肯 希望用两名较新的仰头 帮助球队争夺总冠军 未来体育新闻综合报导